公告署前狼烟升起 东海岸部落居民要告诉前来深渊的亲朋好友好消息 因为号称是东海岸开发面积最大的山源 棕榈滨海度假村开发案 29号下午今环保署和中央部会讨论结果 需等到内置部海岸管理法划定海岸地区范围公告之后 再送环品讨论 加上环委任期届满 山源棕榈开发案因此不需审 后续是否还涉及海岸管理法地区特定区位的划定 目前尚待理清 也就是说资讯并非很明朗 交通部观光局要洽内政部理清海岸管理法 相关规定后再提北红会讨论 本案今天就不继续讨论 未来如果他申请建造执照 也许依照我们的海岸法 我们必须把它纳回来依海岸法 25条所定定的相关执法规来做一个审查 那目前因为这些要审查的范畴 刚才跟各位报告 还在进行准备行政协商 跟也许要学者专家座谈 按照海岸管理法规定 内政部八月初必须公告海岸地区范围 两年内公告实施整体海岸管理计划 也就是划定一二级保护区 和一二级防护区 因此会议一开始 就有环平委员点出程序问题 开发案就此暂时搁置 但组人和环保团体表示 将会持续监督 今天的结果对部落来讲 我们还是不能说满意 但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成功而已 成功的搁置了这个案子 沿到下一个会期跟委员来做讨论 也呼吁大家能够站起来 自己的潜意自己去征集 那相关的公告公告出来之后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划定了海岸范围之后 他要划定哪些地方是保护区跟防护区 我们会持续的去监督 这个地方是不是划在海岸范围内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 今天完全没有讨论到 其实是从原住民族基本法这个地方潜入 因为今天开发单位直接说 这个地方不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土地 这项大型开发案 过去几次环保署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开发单位一再挑战原基法 指出因为传统领域还未依法公告 所以不适用原基法第21条 所以不用征询部落同意 环评委员认为 虽然这次环评来不及讨论 是否有违原基法 但环保署基本立场 就是会尊重原民会所做的 传统领域调查资料 有一些东西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原民会来文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话题范围 那我们当然就接受 或者说是有一些法院的判决 那这些白纸黑字的话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要我们判断的话 我想这个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说让资讯更明确 我们再做一个继续的审查 环保团体指出 既然是暂缓审查 代表还会有下一次 而族人也做好长期应战的新准备 不要让美丽的山源湾 成为下一个美丽湾 记者亚保代表是采访不到